人生就像是一次背景离乡,独闯未知世界的旅途。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难免会身处旅途之中, 这就是旅挂中所展现的人生情境。 那么现代人应当如何旅行,才能有所斩获。 无论是人生的旅途,还是生活中的旅行, 我们都可能遇到哪些困难, 旅挂又给了我们哪些重要的警示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一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警旅之道。 周文王当年把封挂安排在第55挂, 是不是因为55这个数字正好是天数加地数的总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地之数。 非常丰盛,非常丰硕, 什么资源都有,明星也像了他。 可是这种情况, 看在周文王的眼里, 他总是很不舒服, 想�~! 甚至于把他灭掉。 所以就借故把他请来。 当周恩王离开他自己的领土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旅人 旅居外面的人 那时候他的心情以及他的朝义 他就通通写在五十六卦旅卦 所以为什么风里相中 是意见里面一个非常显著的 无极必反的案例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 把这两个中卦合在一起看一看 你会发现 旅卦一个卦 就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一生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 就是到这个地球上来做旅客 你不是这里的主人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旅的心情 你就知道怎么样安度一生 所以旅卦从字面上来看 它只是告诉我们 为了种种原因 你离家背景 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再生一成讲 就是当你来到地球上 做几十年的客人 你应该怎么样安身立命 你看杂瓜段 他就把风跟旅相对地看 什么叫风 就是突然间你这个亲戚风 有度来的 而且都是你一个故郊 你就知道你丰盛了 可是当你发现 你的亲友都不跟你来往 打电话去不接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女人了 所谓女人在这里 其实蛮严重的 就是家破人亡 再也没有人理你 虚卦传告诉我们 穷大者必失其居 你这个风啊 风到无穷尽 你就知道 你没有办法永久去维持 因为什么 人家看你不顺眼 想尽办法要把你拉下来 怎么办 必失其居 你最后是连家都顾不了 所以风卦之后 紧接着就是旅卦 大家可以看到 旅卦的初六窑 就是风卦的上六窑 为什么 因为你风到最后 你就开始进入旅卦 而旅卦的后果怎么样 只有一个 就看你的心态如何 我们来看看卦词 旅小亨 他告诉你 你处在旅卦 你的心态 只能求小亨 只能求够安 不能求大安 不能求久安 不能 为什么 假定是国破人亡的时代 你不得不讨乱到外面去 你就想从此一走了之 永远不回故乡 你算什么人 当年刘备拔印孙权的言言 去娶孙权的妹妹 结果他结了婚以后 他就流连忘返 他就把荆州忘得一看二近 你对他有什么感想 好比一个人 他被迫离开他的国家 结果他就完全没有复国的 这种意志 所以他只能小亨 不可以大亨 身处于异乡的旅行者 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只有与当地人和谐相处 才能顺利地融入到当地社会 可是怎样才能被当地人认可 旅卦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提示呢 断词说得很清楚 旅就是挂名 小亨 小亨还是要有条件的 不说说任何人出门去旅行 他就可以小亨 绝无此事 什么条件 第一个 柔的中复外 而顺复刚 柔的中复外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六五 你看这个话的六五 他在上尼这个广 居中 他很柔 但是你看看他上面是上九 下面是九四 你想想看一个柔窑 处在上下两个钢窑之间 他的日子好过吗 当然不好过 动辄得久 这就是女人的状态 这就是女人的状态 但是她处得很好 她跟上九也处得好 跟九四也处得好 这样才叫做顺复刚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一个人旅行在外 你要跟当地的人处得好 你不要到处闲这个闲那个 你不要过分地要求 你不要到哪里都看不顺眼 你就是柔 得到外面的支持 这是第一个条件 你可以小恨 第二个条件呢 指而立府民 指就是你要守份 你要知道我是客人 当地的状况 我不是很清楚 而且你小心 不要得罪了地头蛇 否则你麻烦了 因为你搞不清楚 这里的视力是什么样子 这里的风俗习惯 跟你们构乡有什么不同 你一时想了解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 适可而止 你看那个下卦 就是梗 就是告诉你 你要止 因为离乡背景 出外不比在家 因此呢 你还要记住 上卦是离卦 所以你要离乎民 就是说你要请教当地的事情 你要找对人 否则的话 你一定上当 你看他这个摇位里面 出六不当位 九四不当位 六五不当位 上九也不当位 占了三分之二的摇 是不当位的 你就知道有多可怜 离真及也 离如果你守正 如果你按照这两个原则 你还是可以吉祥 不一定说都是凶的 不一定 当然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 你看现在我们出去旅行 哦 很愉快 有期待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这里面隐藏了多少危机 出去碰到车祸 出去碰到地震 出去碰到人家那边正好暴动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看表面总觉得就这样子 你深一层去看你就会发现了 太多的问题 尤其是铝卦 段词特别提醒我们 铝字十亿大以在 在铝的时代 你千万年轻人家 你千万记住 他可以锻炼你的材质 你看从旅行的当中 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这样才叫做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古人把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相提并论 这说明旅行能够积累知识 增长见闻 但是在旅途中 有所收获的同时 你们也会遭遇一些困难 那么铝卦又将提醒我们 要注意哪些危险的状况呢 但是不要忘记了 铝卦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意志 为什么 本来很丰厚的知识 现在发现种种都是缺乏的 如果说 你是在国家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在国破人丸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情 那更是落差太大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只求够安 只求把命保住 从此不再想 那你就叫什么 叫做丧志 志气整个没了 因此呢 我们怎么样面对旅的时代 怎么样因应旅的环境 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出去观光的时候 都是去人家最美的地方 都是在最合适的季节 因为人家拿了我们的钱 所以都给我们很好的服务 我们就感觉到还是外国好啊 家里一团糟啊 回来又看又不顺眼啊 那你找谁的麻烦 还不是找你自己的麻烦 所以我们把古代跟现在的铝 你一对照 你会发现 现在的铝挂 它的内容更丰富 更广泛 几乎什么都可以牵涉到里面 都是铝 所以铝之十亿 大已在 这句话在现在 那更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 一座山 上面怎么会有火呢 那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到山上去露营 那山上本来晚上是没有火呢 只是你露营了 你就点一把火 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山上的草木 着了火了 你就知道遭殃了 第一个你跑不掉 第二个它会蔓延的 它不会在那里烧完就算了 你迟早被它焉急 火是很明的 有点火 还可以取软 还可以照明 可是那个火很猛的时候 你就知道完蛋了 你会不要烧死了 所以君子看到这种景象 他心里就很明白 以民胜用刑 老讲自己一个国家 要领导一个团体 你不能不有威严 你没有威严 谁都不听你 谁都不在乎你 你怎么领导 但是呢 你如果过分的抱 过分的磕 那谁也受不了 那人迟早会跑光 所以为什么要明胜用刑 行是必要的 但是行要特别小心 不要出差错 下面那四个字更重要 而不流欲 什么叫而不流欲 不是不把患人关在监一连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流很重要 流就是一个案子 一年一年拖过去 没有办法决定 也不去决定 然后把这个人 活活地关死在监牢里面去 那才叫冤枉 这个比把他判刑 还要狠 还要残忍 用刑之先 你一定要很慎重去考察 否则你就会造成冤意 所以这个不流欲 它是很深刻意识的 就说你立法要平良心 你施法要平良心 你执法也要平良心 你如果把它留在监狱里面 然后你把它拖到 命都没有了 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了 那个比造成冤意还要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更难矫正 有这种状况 不管对政府 对老百姓 都是大害 你看 周文王 在五六千年前 他就告诉我们 这种弊端 可见义军 他的与时俱进 绝对不是说一短时间而已 你不管你人类发展到什么时候 他都跟着你 驴挂位于风寡之后 象征着事物达到顶峰之后 逐渐走向衰败的过程 有圣迹而衰 不及必反之意 司马光曾说过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奖难 当人生从高峰跌入低谷时 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呢 驴是什么 驴是风的不良后果 就是说当你风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如果驴来的时候 不是很麻烦 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 要四个儿子 我要尽量把将来可能那种 扮成驴的惨痛的 减到最低 我在驴的时候 我心里要充满希望 我总有一天会恢复 往年 的龙井 你这样心态就很好了 你看多少华侨 尤其是早年的华侨 我请问各位 如果在国内安居利二 他流浪到国外去干什么呢 都是出去做工 出去一辈子给人家洗衣服 出去一辈子做菜给人家吃 可是他没有上志 他还是勤俭 他还是致辞做一个震荡的人 最后 奋斗了大半辈子 终于有点丰硕的成果 他就回到故乡来 叫做什么 落叶归根 龙归故离 这样这个旅才有意义 所以旅的尽头 就是风 风的尽头 必然旅 那你又何必太在意 这叫做心态 在现代生活中 旅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它不仅能丰富自己的阅历 而且可以放松身心 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但是我们在旅行中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现代人把旅行当作乐趣 好不好 也没有不好 但是要看你怎么捋法 你看很多人 在庄 大夫麻将在身上 一到哪里 一坐下来就赶快打麻将 那你在家打就好 连跑那么远去打干什么 年轻人现在打破壳 一样 那你不是白走的 你毫无所得吧 还有去的时候 听那些老游 导游乱讲 讲东讲西 你还很有趣 其实我问导游 你为什么这样乱讲 他说我这样乱讲 大家很有兴趣 都跟着我做 我讲正经 他们都低了个头 不听 这也是事实 所以任何事情 不能怪单方面 它是双方面互动的结果 我们最喜欢听 就是说 这个默默 你就会发财 这个怎么样 那都很无聊的事情 他信任了很多 你告诉他 这个历史 这个什么 他根本不听 他根本不听 我们不了解自己 我们也不了解 什么叫做旅 那就是现代人 很奇怪的一面 我们要知道 旅行是干什么 旅行 是让我们知道 天外有天 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地方 有每一个地方 不同的生态环境 有不同的风俗习惯 彼此要尊重 我们不但尊重别人 要尊重自己 我们更应该 体会老子的主张 老子提出两个字 叫做自兵 自兵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自己当作客人 这个比自由 好得太多了 你到国外去 你有多大自由 你有多大自由 你可以随便出去吗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 有什么自由 但是自兵呢 它有自由的好处 没有自由的流弊 你看我们客人 我们也是可以看一看 但是我们要真的 主人的同意 我们不能说 我说了算 因为我毕竟不是 这里的主人 我们是客人 我们一切就将就一点 不要挑剔 我们吃当地的菜 就要用欣赏的 这种态度 其实我就经常听到 导游跟我讲 凡是到我们这里 来旅游的人 如果批评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我心里都很好笑 他心里都很好笑 那你来干什么 你不要来好了 你来批评我们 你来是给我们难看 这是他的心神 我们到一个 比我们发达的地方 我们是赚到的 因为很多地方 很多东西 我们在国内看不到 在那边看到了 你赚到了 那你就应该感谢 可是你也不能把那个 回来 哇 交其国人 我到意大利怎么样 你到意大利又怎么样 那你留在那里 好 不要回来 你就不知道 听的人有什么感觉 然后动不动就说 我去过法国 那你问他 你去过几次 去过一次 几天 三天 三天算去过 连机场什么样子 都没摸清楚 就去过了 这次不知道 什么叫做旅 现在我们 应该要清楚 不管你是长期旅行 短期的 你是到远方 你是到近的 不管你是很辛苦的逃亡 还是很愉快的出游 甚至我跟这里一刀两断 我就要是乔居国外了 你都要注意几个原则 我们会提出几个要领 而这几个要领都分布在窑池里面 旅这个挂 挂词是很美 怎么不美呢 旅行 旅游 你 环绕世界 看看月球是什么样 当然很愉快 但是你看它的窑池 每一个窑都给你高度的警惕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仔细看一看 这个六个窑当中 有四个窑根本就是不单位的 而且它彼此的相对应的也很少 只有初六跟九四是相应 其他都不应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挂呢 诗诗 诗位 诗人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知道 文王 当然文王可以说是 代表人而已 也不一定是他一个人 实在是 非常用心 给我们这些后代子孙 高度的警惕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继续来看 《女挂的六窑》 谢谢大家